师父说的那些佛学故事 年轻比丘的故事 佛陀时期在舍卫城里面 有一位年轻的比丘 去找了一位长老比丘住在一起 因为这位长老比丘是他的舅舅 所以很多人家里有一个人出家 家里有好几个人就会出家 跟着他亲戚一起出家 这是现在都有的 住了久了 那么年轻的比丘就生起了还俗的念头 他的侄子想还俗了 这一天他正在照顾着他的长老比丘 内心他就在想了 这时候他就想路飞飞 他说他在想 我还俗之后 我就卖掉衣物 买一只母羊 因为这些生袍都可以卖钱的了 买一只母羊 接着母羊呢 生了很多的小羊 听懂吗 然后呢 不久呢 我就存有足够的钱 可以娶妻生子 过去过去的人呢 事实上很简单 娶妻生子 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然后呢 我就驾着车 带着太太和儿子呢 来看舅舅 他舅舅不是和尚吗 途中呢 他说 我想抱着儿子 一起来驾车 这时候呢 太太说了 不可以 不可以 要专心的驾车 我坚持的把儿子拉过来 他还在做梦呢 听得懂吗 在想呢 在拉扯之间呢 哎呦 儿子突然掉下车了 给车轮压过去了 我当时非常的生气 我就拿起木条 打太太 太太立刻闪到一边去了 因为这个青年 正好拿着扇子 给他舅舅在山 山梁呢 他拿着这个扇子就 他的想象当中呢 是打他太太了 结果打舅舅了 这个打得舅舅的 在这个头上 这位长老比丘呢 有他心通的了 他知道 他的侄子比丘 心念想什么 他就 哎哎哎哎 你别打人好吧 你自己打不到老婆 打舅舅干嘛 这个年轻比丘 被舅舅一讲讲穿了 心里不好意思 就跟着他舅舅呢 到佛陀那儿去了 到佛陀那儿去 问佛陀 佛陀当时就说了 人们的心到处在乱跑 甚至跑到非常遥远的地方 要努力的调伏自己的心 从贪嗔痴的烦恼魔种 解脱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要学会调伏啊 调伏就调整啊 用现在话的话 你不开心了 你要调整到开心啊 你很开心了 你要调整到当心啊 因为开心过头了 扇子打到你头了 所以听了佛陀的开示之后 这位年轻的比丘 就好好的都市留根 不久他就证得了 欲留果的果位 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和平常的时候 要保持一种觉醒 今天你在念经 坐在那里念经的时候 你们最好的方法 要有觉醒 不要胡思乱想 要好好的活在当下 就希望你们 好好努力 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